这期影片我也手把手的教你 罗续使用Kajabi去创建出高质量的 极具专业感的 并且带有你品牌特色的线上课程 也会告诉你 如果去快速的销售你创建好的线上课程 让你用知识扩大你影响力的同时 也能够给你带来稳定的被动收入 还有我是 Grayson 这频道就算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Trainio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要记得对我频道 我想去跟着这部影片去创建好的线上课程 但是你没有Kajabi的账户 你去使用Kajabi官网上面提供的14天免费试用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Kajabi30天的免费试用 在你注册之后 你还会立马收到 我赠送给你的Kajabi系统的线上课程 里面会完整的展示给你 逻去使用Kajabi一个平台 就建立好你线上课程自动化的实验 再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已经在Kajabi上面创建好的线上课程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我的YouTube新手的课程 在左边你可以看到 这课程的不同章节 然后章节底下这课程 它的具体内容 再点击一门课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具体的展示内容 然后底下的课程的描述栏 也是能够让你填写的 然后在右边 可以是学生下载的资料 你可以加入你自己的信息 并且如果你有其他的课程 也是可以在这个课程里面 就加入其他课程的信息的 这样就可以帮助你去增加其他课程的曝光度了 现在我们进入到Kajabi的界面了 在左边的选项栏里面 我们需要选择Products 然后选择Courses 这里面会展示给你 你之前已经创建好的课程 如果想去创建一个全新的课程 可以去点击右上角的New Course 这里面首先需要输入课程的名称 课程名称是非常重要的 最好是能够吸引到学生 并且能够大概的告诉学生 这个课程能够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结果 比如说我这门课程的名字 是Canva从0到1新手速成课程 然后在底下你可以输入简短的课程的描述 这里面我输入的课程描述就是 这门Canva的课程 可以让你从0开始学习Canva的使用 包含平面设计 影片剪辑 以及各种强大的Canva AI功能的使用 你可以在右边看到你输入信息的具体描述 那课程的标题会展示在这边 然后课程标题底下就会展示课程的描述 然后在底下就是具体的课程信息了 这边Canva有个功能就是 它的AI系统能够根据你输入的课程标题 还有课程描述 去帮助你生成课程的大纲 还有其他的资源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使用这个功能 接下来要设置一下这门课程它的外观了 你可以选择主要的颜色 这里面有一些预设颜色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这个按钮 在这里面输入颜色的具体色号 也是能够去添加你专门的颜色的 比如说我按钮的颜色我选紫色 然后这背景颜色选择绿色 这边可以加入缩图 它的尺寸是1280像素乘以720像素 这个是你不必现在就上传的 你可以之后上传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就要设置一下 这个课程它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 免费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下一步了 但是如果你是付费的话 你是要选择这个收费的模式是怎么样的 总共是会有三种的 第一个叫Multipay 这就可以让你去每周每个月或者每年进去缴费 这相当于是分期付款的形式 一旦总额付完了它就会停止缴费了 第二个叫Subscription 它就是一种订阅制的缴费 你可以按照每周或者每个月进去缴费 这个是没有上限限制的 只要这个学生一直在订阅你做服务 订阅你做会员就会一直被缴费 还有一个就是One Time Payment 这个就是客户只会被支付一次 在底下你可以设定金额 比如说可以设定297美金 或者是Kajabi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 你可以让顾客支付他们想要支付的费用 但是最底线就是你设定的这个价格 所以客户只能够支付最低是297美金 或者是更高 底下就是付费的方式 对于大分地区来说 你都是能够使用Stripe还有PayPal的 但是在美国加拿大一些国家 是可以设置成Kajabi Payments 它能够接收付款的方式就会多很多了 基本上现在所有流行的支付方式 都是能够接收的 你可以同时选择Stripe还有PayPal 两种支付方式 然后就可以选择Next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就进入到了 课程具体的界面了 因为刚才我们设置了让Kajabi的AI 去根据我课程的标题描述 生成课程的大纲 这里面就是Kajabi的AI生成的课程大纲了 包括三个章节 然后每个章节底下都会有相应的课程 另外它也同时帮助你生成了课程的Landing Page 也就是课程的展示网页 你可以点击这里 然后去修改相关的信息 就可以快速生成课程的展示网页 然后它也会帮助你去生成一封课程的推广邮件 虽然是英文的 但是你也可以通过翻译去把它变成中文 也是把大概的邮件框架都告诉你了 所以这也是非常方便的 在这个大纲上面 我们是能够快速的去修改 具体的每个章节它的名称的 你可以点击这个章节 这里面你就可以更改名称 然后加入这个章节的描述 并且也可以加入这个章节它的缩图 章节的标志就是这个文件夹的标志 然后具体课程的标志就是这个页面的标志 我可以点击这个课程内容 这边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更改这个课程的标题 如果你想把这里的课去移动到其他的章节底下 你可以选择把它移动到其他的章节 然后底下你可以选择这节课是要是文字的形式 还是说影片的形式又或者是音频的格式 都是可以的 这里面你可以输入你的课程文字信息 并且能够对这个文字进行编辑 在底下这边你可以加入课程的下载资料 这些资料是能够提供给学生进行下载的 这里要提一下 很多人担心自己的课程会被学生下载 这个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Kajabi的课程里面学生是不能够下载课程的影片 以及课程的音频资源的 除非你是放到了下载区域 才是能够提供给学生进行下载的 除此之外 如果你在这边去上传你的课程资源 他们是没有办法去下载的 然后在右边你可以选择这节课它的状态 Draft就是还属于是查稿模式 Publish就代表你已经公开了这节课了 你的学生是能够看到的 然后底下你可以选择 去设计一个这节课它的说图 每节课都是有评论区的 你可以选择公开这个评论区 隐藏这个评论区 或者是锁住这个评论区 这代表其他学生是不能够添加留言的 然后一定要记得在右上角选择保存 在这边你还可以选择Preview 就可以预览这节课它的具体形式了 这里面展示的是课程内容 右边是这个章节里面所有的课程信息 然后底下是课程描述 在底下就是学生的评论 如果想要去添加新的章节 你可以选择右上角的Add Content 然后这边选择Mojo 这边你就能够添加新的章节了 就可以看到现在新增加了一个章节 然后想要在章节上面去添加新的课程内容 可以在每个章节里面 选这个Add Content 然后选择这个Lesson 这里面就可以添加新的课 添加一个标题之后 可以选这个Create Lesson 现在我就在这个章节底下创建了新的一节课了 你不仅能够创建一个新的课程 同时也能够创建一个测试 你可以选择Quiz 这边你就可以添加个问题 比如说我就可以问 Carn Pro可以去除背景吗 然后这边可以选择回答的形式 这里面有多选的 单选的 短的答案的 或者是上传一个文档的 我可以选择单选 然后这边还可以选择 是否要去对这个答案进行评分 这里面你可以选择自动评分 然后底下可以设置答案 然后再添加个选项 然后在左边这个方框里面你可以选择 这个是正确答案 然后就可以选择右上角的Safe 现在我就添加个测试 并且设置好了一个问题 可以选择右上角的Preview 这边就可以看到就有个测试 我可以选择 然后可以点击右上角提交 这里面就会自动的评分 我答对了 所以这个功能能够更好地帮助你学生 去消化你的课程内容 对于每个章节状态 它是会有四种的 第一个是Draft 就是还没有发布的草稿状态 Publish就是发布的状态 第三个叫Drip 你可以设置当学生购买你课程之后 多久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一章节的内容 比如说你可以设置七天 这就代表 当这个学生购买完这个课程的七天之后 才会看到这个章节的内容 我看到有很多其他成功的课程创造者 他们会选择的方式就是 当一个学生在购买完这个课程之后 第一章节的内容是能够立马看到的 然后再过了七天之后 第二章节的内容才会被他们看到 这样就可以控制学生学习课程的进度了 如果想要预览整体课程的样子 可以选这个眼睛的标志 你就可以看到整体的课程样子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点击一节课 这是具体的每一节课展示的样子 如果说你不喜欢刚才那个展示形式 你可以选这个Customize 这就是刚才我们默认的课程主题 Kajabi可以让你选择其他的课程主题 你可以选这个Install Template 这边Kajabi有提供一些其他的课程主题 比如说我个人也是很喜欢这个 Momentum的课程主题的 我可以选择Preview 这边就直接会套用我刚才的课程信息 如果我改成这样的课程主题 会是怎么样的 在左边会展示所有课程的章节 还有章节里面的具体课程 然后我可以点击每个课程 就进入到这个细节页面里面了 假如说我想更改成这个课程主题 我就可以选这个Install Template 这边会展示我刚才下载的课程主题 然后可以选这三个点标志 然后选这个Activate 然后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的课程主题 就变成这个Momentum的主题了 接下来一个就是Offer 我们在创建全新的课程之后 Kajabi都会帮助我们根据这个产品 去创建一个单独的Offer 我可以点击这个Offer 这里面就会进入到Offer的具体细节 比如说这个Offer的标题 然后你可以加入Offer的描述 它包含的产品 然后右边它的价格 你也需要添加个缩图 去更好的展示 你可以选这个Edit Checkout 这个就是当客户购买你课程的时候 最后成交的页面展示的样子 最好是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添加一些 你课程能够达到的效果 以及你课程里面具体包含的章节内容 这样是能够让学生最快的知道 你的课程是否是适合他们的 然后在右边 他们只需要输入他们的email 然后选择一个支付方式 就可以完全购买了 然后这个Customers 就代表有多少的客户已经购买了这个课程 你可以选择如果学生完成了这本课程 去给他颁发一个完成的证书 也是可以的 去鼓励更多学生去完成课程 最后一个就是设置 你可以调整一下课程里面具体的信息 包括课程的标题 课程描述 以及课程的说图 在底下会有Live Rooms 假如说你想要现场去教学的话 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功能 就可以现场教学了 现场教学的人数上限 它是200个人 然后也可以为你课程去添加个社群 这样你的学生就能够在社群里面进行讨论了 这两个全新的功能 我认为都是非常好用的 Kajabi是我自己正在使用的线上个人平台 我也十分推荐大家去使用Kajabi这平台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Kajabi30天的免费适用 并且可以点击这个播放列表 去了解更多关于现场课程Kajabi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想到这部影片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追踪我IG能够回购度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